就是降临极寒来袭 在我的武力压制下 长期欺负我华夏同胞的一群倭寇慌忙撤退 躲进一间仓库内 然而我又怎么能轻易饶过他们 兄弟们 听我指挥 通啊 山 山本君 看来我们这次真的要完了 你们愣着干嘛 还不快去堵门 就在门被撞开的一瞬间 我立马从空间取出一颗闪光弹 扔了进去 煞事间 一道白光暴闪 屋内的众人眼中一阵刺激 最后便是一声声的彩虾 就是现在 冲 随着话音落下 曾经被欺辱的幸存者疯狂般地冲了进去 没一会儿的功夫 这群为非作歹的倭寇就被幸存者结实地绑了起来 此时的他们早已被吓得面色惨白 浑身止不住地哆嗦 大佬 把他们交给我们吧 他们太欺负人了 我们要好好地还回去 让他们也体会体会被人欺辱的滋味 听到这话的一群窝寇瞬间吓得瘫倒在地 我理解你的心情 可是这些人我还有用 我的营地那边在瓦山洞 还缺些人手 大佬 这些人死不足惜 您如果缺人手的话 我们过去帮忙 你帮了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忙 大家一定会尽全力地回报你 我淡淡一笑 不用 我要抓他们回去给我当苦力 这种事情必须得让他们来做 听到这话的窝寇紧张得心立即放松了下来 小蜜蜜们 我们安全了 当然了 你们长期被他们欺负 如果不让你们出口气 那也说不过去 给你们十分钟的时间 大佬 打算怎么带他们走 我思索了片刻 这样吧 你从外面拆几块门板 做个雪橇 把他们绑在雪橇上 我开车拉着他们走 好的 我们这就去办 由于制作雪橇还需要些许时间 于是我准备先回车上休息 就在我往外走时 突然一个幸存者拿着一个神秘的东西 急匆匆地向我跑 到了 你看 什么东西 大佬 我知道这个 这个是加密短播电台 用来搜集情报的 可恶啊 这群倭寇间谍 就在这时 电台突然收到信息 喂喂 呼叫山本 呼叫山本 山本 跟你联系的是些什么人 大佬饶命啊 这也是上面安排的 我也只是执行命令 真的没办法 这些是上面安排的先前队 他们正在向这里进发 我怒视着山本 冰冷的眼神充满杀鸡 什么先前队 为什么要来我们的土地 他们也是一群幸存者 我们的国家地势低 受灾更加严重 所以准备迁移到这边 寻找活下去的出路 你们还真是贼心不死 你们打算跨海过来 那可是上千公里的距离 是的 极寒的原因海面已经冻结 他们已经出发一个月了 大概在有一个多月 应该就能到达沿海地区 他们有多少人 出发时有三千人 现在听说还不到五百人了 我倒要看看这群小本子 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 这样吧 你跟他们正常保持联络 但是不要透露这边的情况 听懂了吗 遵命 大佬 我将电台递给了山本 先前队 这里是山本 目前一切正常 请继续前进 山本君 这次的例行联络 为什么耽误这么长时间 山本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说道 我最近肠胃出了点问题 不要担心 好的山本君 请保重身体 两个小时后 雪橇已经做好了 我用绳子将雪橇绑在汽车上 拉着一群倭寇继续向前出发 这次的目的地 是离这里 还有100多公里的核电站 因为我准备研究 都可以在极寒环境下也能长出粮食的转机因种子 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能源供电问题 如果将核电站搬回去 那就一劳永逸了 而后面的这群小本子 则在寒风中冷地瑟瑟发抖 六个小时后 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附近 我拿出核辐射检测仪看了下 这里并没有核辐射 为了安全起见 我穿上防辐射服 你们两个留在这里看着这群窝口 我前去打探一下 很快我就来到了核电站的入口处 这是一座小型核电站 检测仪依旧没有检测出超标 看来之前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 并没有影响到这里 我走了进去 就在我准备将整个核电站 都收进我的空间的时候 不然 我透过玻璃看见里面有人影在闪动 汪公 你看 好像有人过来了 这群人都是核电站的员工 末世来临后 他们一直坚守在这里 你好同志 请放心 这里没有泄露 我们都是这里的工程师 话音刚落 我顿时窃喜 好家伙 运气真好啊 刚刚还在担心没有技术人员 想不到一下子就碰到这么多专业人员 你是他们带头的吧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伯 是首席工程师 大家都称呼我王公 请问您是 你叫我小莫就行了 我是过来收核电站的 话音刚落 众人满脸不紧 小莫 我没太明白你的意思 核电站这么大 你怎么收 我并不想对他们隐瞒 我有空间一能 满也满不住 你们看 随着我大手一回 整座核电站凭空消失 这一幕看得在场的众人目瞪口呆 谁 什么情况 你 你是什么人 收紧了我的空间 我要将它带回到我的私人营地用来供电 正好你们都是工程师 回去了可以帮我维护核电站 当然了 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你们以后的伙食我包了 还处在震惊中的一群人 一听以后不用再忍记哀了 想都没想就点头答应了 随后我又在他们不可思议的目光中 从空间取出车 这辆车给你们开 跟我返回营地吧 这就是降临极寒来袭 为了让我的营地有源源不断的电力供应 我在后山找了一处空旷的地方 接着从空间取出核电站 而在核电站的附近 我正让一群之前被我俘获的倭寇 间谍拼命地挖山洞 这个山洞将会被打造成实验室基地 用来研究在极寒环境下 也能找出粮食的转机因种 王公 接下来你们的任务 就是将电连接到山洞和我们住的别墅群 以后这个核电站的日常维护工作 和电力有关的都由你们来负责 好的小莫 这个交给我们了 就在这时 我突然听到小区门口一阵激烈的吵闹声 刚刚有一群踩着狗拉雪橇的人 用很快的速度想冲撞我们的防守 其中有一个人被我们的武功射中 那群人发现我们有武器后 立马掉头跑走了 被射中的那个人呢 在这呢 你们是谁 为什么要过来 此时躺在地上的小弟惊慌不已 我 我们是从西北边的一个养殖基地过来的 我们的老大是一家狗厂的老板 基地成员大多是里面的工人 还有住在那附近的居民 就在我要继续盘问的时候 此人便因为伤势严重直接没了气息 得尽快掌握那群人的动向 要不然指不定哪天又对我们发动突袭 静松 我给你一辆车 给你一周的时间 把他们所在的区域侦查清楚 如果找到了他们的据点 先不要打草惊蛇 调查清楚他们的人数 还有武装情况 好的大佬 很快静松就安排人员 开着车出去打探情况 我则回到了别墅内 情双见我一脸疲惫 立马帮我按摩放松 这一幕把布凡看得羡慕不已 你俩腻歪够了 在乎一下我们单身贵族的死活呗 谁让你自己不找对象 我没对象是我不想嘛 这连头女生都见不着几个 能上哪儿找啊 这还不简单 上心欲啊 上面多的是奔着真心找对象来的 优质单身美女 漂亮温柔 你喜欢哪样妹子都有 不光是照片资料随便看 你要是喜欢哪个 直接就能语音视频 全是真人放心靠谱 长得漂亮 身材好的也不少呢 就我这嘴笨的人家 能搭理我吗 放心 美女都又热情又大方 你看上线 这才一会儿就有七八个美女来打招呼了 消息多的回都回不完 想脱单就赶紧去左下脚下一道 想找个啥样女朋友都不是问题 兄弟 你真该发财啊 这好东西都直接分享了 我赶紧弄个 另外一点 王公等人已经开始对美栋别墅进行施工 成功地让美栋别墅都通上了店 当然了 这群倭寇肯定是不能让他们住进别墅 那样太便宜了他们 我在山洞外给他们拉了一个简易的账号 刺骨的寒风动得他们瑟瑟发抖 五天后 前去侦查的金松返回了营地 立马找上了我 大佬 找到他们的基地了 确实是个狗场 他们现在有多少人 我们在附近的高楼观察了三天 他们平均每天派出去十个狗拉雪橇 有三十到四十人外出 营区里面情况不清楚 不过至少也有百人来 我本来打算多观察几天的 但是他们最近好像给雪橇安装铁皮护甲 而且我还看见他们自己在制作弓箭 我担心他们可能有所行动 就赶紧回来了 我冷冷一笑 呵呵 这些人八成是打算来找事了 金松 最近别让大家去远处了 最好在营区待一段时间 加强防御攻势 好的 明白 这次我们做好安排 他们要是再赶来 保证让他们有来无回 对的 不管他们因为什么原因这么想不开 既然敢惹咱们 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 要不然还以为咱们是软柿子 接下来的几天 营地内的居民都在疯狂备战 他们成立了放哨子 在高层的阳台24小时观察西北面方向的东西 也有在努力练习弩功 准备给接下来面对的敌人致命一击 我说都三天了 那群匪徒怎么还不来啊 要我说咱们直接杀过去得了 就是啊 也不知道那些人在冒击什么 难道是那天被我们强大的西市所 震慑到不敢来了吗 应该不是 你没听青松说吗 他们给自己的雪橇安装了护甲 可能是还没准备好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到了第四天 负责放哨的人员突然从望远镜里看到 西南方向有一帮人踩着雪橇 往营地这边靠近 仔细一看 整整有十三辆雪橇 将近四十人 全体成员注意 全体成员注意 敌人来了 预计十分钟后到了 听到广播的众人顿时沸腾了起来 纷纷埋伏了起来 决定给对方来个出气不意 很快雪橇队就来到了距离小区大门一百米左右的位置 此时领头的雪橇上 一个人察觉到有些异样 预计 有点不对劲啊 上次我们冲过来的时候门口还有人把守着 这次一个人都没有 小心有埋伏 月姐朝大门仔细看了看 沉思道 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 这里是他们的控制区域 咱们的行踪肯定已经暴露了 必须速战速决 也对 咱们速度快 必须打他们更措手不及 实在不行 在这也来得及 机缘如此 那咱们今天就大概一场 随着一声令下 雪橇队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小区大门驶去 进了小区后一路直奔后山的别墅 那里才是他们的目标 埋伏在门口的人见雪橇队爬上坡转弯消失不见后 迅速跑了出来将大门锁上 有了这道铁门的阻拦 他们想跑出去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很快雪橇队就靠近了别墅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们早已在别墅区设下了陷阱 就在月姐以为他们要守到勤来的时候 只见跑在最前面的一群人突发一声吞架 掉进了金峰等人提前挖好的深刻 这一幕直接把雪橇队所有人吓出一声冷汗 拥有丰富物资的我被一群匪徒盯上 他们驾驶着斗拉雪橇洪冲直撞来到我的别墅小区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早已安排人设下埋伏 就在他们以为要将我别墅包围的时候 顶头的车队掉进我们提前挖好的深刻 快我回撤 有埋伏 话音刚落 一群人便掉头远离别墅 跑出鲁工的射程之外 月姐 我们还是撤退吧 很明显这次他们是有准备的 月姐冰冷的目光铁向别墅 沉思了片刻 试着谈判吧 他们只敢躲在别墅里面防守而不敢攻 说明这群人实力并非很强 先看看他们的态度 随后月姐便拿出扩音器 里面的人听着 把我们的人放了 还有把狗还给我们 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要不然我们这四十人的队伍也不是那么好惹的 我也拿出扩音器回应 怎么 打不过就开始谈判了 我们不还又能怎样 不还 那你们就在这等着乐视吧 我就不信你们不需要出去找食物 老大 别跟他们墨迹了 我直接用枪干他们吧 再等等 先看看金松他们怎么处理 不能让他们养成依赖咱们的习惯 我扶持他们的意义 就是替我们解决麻烦的 所以必须给他们锻炼的机会 不过如果你要是看见他们有枪 就别犹豫了直接干 好的老大 想救你的同伴和狗 就自己过来 让爷看看你们的本事 兄弟们 他们实在太嚣张了 今天必须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的厉害 我们用铁皮遮挡 冲过去 再攻入他们头目的那栋别墅 把头目控制住 其余人自然就投降了 冲啊 你们别白费力气了 我的别墅可是经过改造的 就凭你们想进入我的别墅 门都没有 月姐 小心 老大 他们有枪 不好 对方有枪 我们快撤 就在雪橇队靠近小区大门的时候 赫然发现原本敞开的大门 此时锁上了一道大铁门 在大门的两侧草丛里 突然出现了很多手持努工的人 再看下身后还有一群人追赶着他们 见大势已去 月姐等人终于放弃了抵抗 缴械投降 你就是他们的头目吧 是 是的 你想怎样 你叫什么名字 他 他们都叫我月姐 来人 把他们都绑了 带月姐去见老大 其余人先关押起来 很快月姐就被带到了我的别墅 与此同时 金松也被人用担架抬了进来 秦双 快看一下金松的伤势怎么样了 不用看了 我们那个是麻醉枪 过几个小时自然就醒了 我们还有人员受伤吗 没有 好家伙 完胜啊 这帮人够可以的 你们还有多少人 月姐却是一阵沉默 老实交代 别浪费我时间 别逼我去你们狗场一个一个数 话音刚落 月姐立马被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她万万没想到我对他们的底细掌握得如此清楚 便只好老实交代 这次我们几乎全都来了 狗场那边只剩下一些老人小孩 场里还有不到二十人 狗呢 还剩一条母狗和一窝狗仔 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找事 是可忍孰不可忍 鉴于你们的种种表现 依据本小区治安管理办法 现在我判决你始刑 缓期四十年执行 生 什么 你们可是一点损失都没有啊 反而我们的人损失大半 你还要怎样 我用冰冷的眼神注视着月姐 再废话改判你立即执行 小辫子 在 你回头带人去一趟狗场 话音刚落 月姐立马激动了起来 大老 你不就是想玩我吗 我答应你 求你放过我的家人 想得美 凭什么奖励你 我有丰富物资的 我被一群饥饿的幸存者盯上 他们驾驶着狗拉雪橇 横冲直转穿过我们小区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早已经设下了埋伏 成功将他们俘获 我问你 你也不像是个恶劣之人 怎么这么想不开 来我这里找事呢 唉 我也是被别人给误导了 他们说你们这个小区 存在着一股恶势力 专门抢周边幸存者的粮食 无恶不做 所以你就不分清红皂白的 想反过来打劫我们 简直胡说八道 我们可从来不干那种勾当 更不缺粮食 月姐无奈的叹了口气 可我们却非常缺粮食 光是那些狗都快养不活了 所以 所以我就组织了这次的行动 结果 我冷冷一笑 结果踢到铁板了吧 这不是重点 告诉我 是谁蛊惑你说 我们这个小区的人无恶不做 是南区粮仓营地的首领 叫胡三 那个胡三可不是啥好东西 他当初聚集了一伙人 找准时机干掉了上营任管理者后 才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南区粮仓里面目前还囤着巨量的粮食 胡三靠着这个资源 笼络了一百多个小弟 势力不容小觑 呵呵 这个胡三 我倒要看看等我把你的那些粮食 都收进我的空间后 你还能怎么活下去 布凡 小辫子 在 你们两个去南区粮仓 打探一下具体的情况 好的老大 很快布凡和小辫子就驾驶着狗拉雪橇往南区粮仓方向跑去 第二天他们到达了目的地 先是在南区粮仓营地对面的高楼找了个位置 整体观察了一下营区内的情况 接着又分别向门口的保安和附近的幸存者打听了下情况后 便往回岛去 而此时的我这在暖和的别墅里玩着手机 莫哥 你哪来的苹果13啊 是在转转上买的呀 最近我发现转转上的二手手机还挺划算的 我这台苹果13 比心机便宜了2000 省下来的钱都能再买个空调了 而且转转是个官方验二手平台 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 比一般的二手要靠谱 上面的笔记本也挺划算的 推荐你也去看看 第二天一走 布桑和小辫子就回到了小区 老大 我们打听到他们营区内有个地方专门工商人进行交易的 我们俩本打算进去 开门的保安键我俩像个臭要饭的 硬是不让我们进去 无奈我们就回来了 商人 他们那里还做生意吗 是的 幸存者可以用收集来的物资和他们交换粮食 那边现在有多少人 具体数目不清楚 不过听当地人讲 现在加上外来的商人 大概有将近3000人 行 我知道了 今天好好休息一天 明天你们两个跟着我去他们的营地收粮食 第二天一早 我们便开车启程前往目的地 由于路面冰雪的缘故 我们的车速并不快 到了下午 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附近 为了低调行事 我将车收进了空间 走路过去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门口 你们这两个臭乞丐怎么又来了 你再骂我臭乞丐 我就跟你不客气了 刚刚还趾高气昂的保安 瞬间没了刚才嚣张的气眼 你好 听说这里有粮食 我们是来交易的 有粮食是不假 那要看你能不能换得起了 最近粮食价格涨了 你带什么东西来了 给我看看 我悄悄地从空间取出一根火腿肠 放到他面前 保安顿时两眼放光 大 大哥 可以给我尝尝吗 我实在太久没吃到肉了 我淡淡一笑 你给我这两位兄弟跪下认错 这根火腿肠就是你的了 话音未落 保安就跪了下来 是小的有眼无珠 冒犯了两位哥哥 请原谅我吧 行了 给你吧 我们现在可以进去了吗 可以 当然可以 你们里边请 来到了交易区 这里还有旅馆 于是我决定先住下来 等天黑后再行动 到了深夜 我们悄悄地跑了出来 为了方便行事 我从空间取出夜市 以往粮仓的方向走了过去 来到了粮仓附近 发现四周都被高枪围住 门口有一名保安在守着 我从空间取出麻醉枪 对准了保安 卡了一声 保安瞬间失去了意识 来到了大门 我们小心翼翼地 查探了里面的情报 发现仓库门口 并没有人员守着 这就好办多了 我们先是来到 其中一间仓库外 我在里面打开了空间门 将里面的粮食 源源不断地 收进我的空间 接着我们如法炮制 将粮仓一个接一个地拿下 不过由于粮仓的数量很多 直到快天亮的时候 我们也才收了一半 今天看来是来不及了 我们先回去 等晚上再来行动 等到了天亮 过来换班的人 看到躺在地上的保安 瞬间大惊 凑上前查看 发现全身已经冰凉 被冻死了 真是个蠢货啊 那么多柴火 也不知道网力添点 竟然活活把自己冻死了 随后小弟便将这件事 汇报给了胡三 而一向疑心病很重的胡三 却觉得这不是一期 简单的意外 于是来到了现场 仔细检查了保安的身体 赫然发现脖子处 有一个针孔 果然不是个意外 默示掌控着数万吨粮食的 胡三仗着手中 有男为非坐的 我的保安麻醉后 找到了囤放粮食的仓库 将粮食都收进了我的空间 由于粮仓很多 迟到天亮 也才收走了一半的粮食 于是我决定 等到夜晚再行动 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 由于此时的温度 在零下五十多度 睡着了的保安 由于太冷 结果被冻死了 第二天一早 门口围了很多人 经过胡三的仔细检查 赫然发现脖子上 有一个针孔 我就知道 肯定不是被冻死的 从这个脖子上的针孔来看 应该是被人暗算了 肯定是我的仇家来寻仇的 不好 徐队长 快 快叫人去检查个个粮仓 好的老大 来 你们都跟我走 过了许久 徐队长气喘吁吁的 来到了办公室 老大 所有的仓库都检查一遍了 门锁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所有的封条也都完好无损 生性多疑的胡三 此事犯起了嘀咕 这算什么事啊 干掉了一个看门的旧跑 也不偷粮食 难道只是报复或者是试探 忽然 胡三灵光一闪 不得 我忽略了一个最可疑的地方 有内奸 这个守卫竟然是被一根针扎屎的 这就说明 一定有一个他机器信任的人 在非常近的距离发起攻击 想到这里 胡三不由自主地出了一身冷汗 非常庆幸自己能想到这一点 一股来自于智商的优越感顿时袭来 他冷冷一笑 徐队长 你最近表现得有点迟钝 咱们的人里面出内奸了 话音刚落 徐队长顿时大惊失色 啊 不会吧 这些人都是我仔细挑选的 人是会变的 也许是被外面的人收买了 也许是眼睛膨胀 把昨天使的那个门为保安的朋友 再仔细调查一遍 最近去哪了 说过什么 跟什么人接触过 都要查得清清楚楚 好 我马上去办 等徐队长走后 多疑的胡三又找来了一个小弟 你安排几个新人的人 去把徐队长对记的情况调查清楚 注意看他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举动 放心吧老大 我一定查个水落之处 很快 营地里面就发生了大动静 你们听说了吗 胡三好像出现叛徒了 从早上开始 隔一段时间 就有一个人从楼顶被扔了下来 是啊 像是下饺子一样 不知道他又发什么神经 胡三这边 清洗行动愈演愈烈 短短半天时间 已经有二十多人被认定为内奸 从楼上扔了下去 现在大家已经是人人自危 上一刻还在忠心耿耿地抓内奸 下一鸟就惊奇地发现内奸竟是自己 到了下午 叛徒人数不断增加 有些人看情形逐渐失去控制 为了自保 纷纷逃跑 针对这种情况 胡三更是认定他们为内奸 派出多只小队外出代赌那些逃跑的叛徒 到了深夜 我们三人又来到了营地大门口 却发现今天连个值班的人都没有 这难道是个陷阱吗 我们通过夜市以反复观察了许久 也没看见蹲守的暗哨 好吧 看来是今天白天的大清洗搞得大家人人自危 已经没法顾得上这里了 我们朝着里面走去 继续将剩余的粮食收进了空间 就在我们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听到彭的一声惨叫 看来大清洗还没结束啊 为了防止节外生枝 这次我加快了速度 很快就将剩余的粮食都收进了空间 来到了大门 为了避免汽车的声音惊动到了别人 于是我从空间取出狗拉雪橇 朝着我自己的营地驶去 经过胡三一天一夜的排查 他自认为取得了不小的胜利 一共发现了三十多名内奸 无一例外全部被处理掉了 第二天排查还在继续 原本被重用的徐队长 被多疑的胡三调去看守大门 到了晚上 一向忠心耿耿的徐队长 铁青着脸回到了宿舍 徐哥 你得想想办法呀 照这个情况下去 时早要轮到咱们被扔下去啊 宿舍里仅剩的三五个小弟也纷纷附和 徐队长深深叹了口气 叫我说 这个胡三现在是越来越疯癫了 已经走火入魔了 给他脸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说得对 我早就受够了 咱们搁几个一口气冲上去吧 他今天在楼梯通道装了个钢筋栅栏 又有那么多清醒 凭咱几个也够不着他 那你说咋办 哥几个都听你的 徐队长沉思了片刻 既然咱们冲不上去 就让他下来 这么多凉库 咱们给他捎个几座 我就不信他不下来 话音刚落 众人顿时眼前一亮 胡三所有的底气 就是那些粮食 他看得比面还宝贵 那咱就玩把大了 也让他体会体会痛苦的滋味 说干就干 几人来到了其中一处凉产 一顿操作后 火势渐渐大了起来 胡三看见一座粮库腾起滚滚黑烟 惊慌失色 连忙大喊 快 粮仓着火了 快去救火 然而没过多久 一座又一座的粮仓都腾起了黑烟 而在营地的外围 长期被胡三欺压的幸存者 看到这一幕 知道胡三大县将至 纷纷组织起来 冲向胡三所在的楼层 等待胡三的 将是永久的黑暗 若是降临极寒来袭 小区营地在我的治理下 发展得有条不紊 不但组建了护卫队 数次抵御了外来侵略者 还在小区对面 创建了一个物资交换市场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的幸存者 往这里聚谋 交换物资 而这也引起了某些势力的注意 在市中心的某栋高楼内 一伙势力的高层正在开会 最近这段时间怎么回事 这市中心的幸存者 怎么越来越少了 本来我们靠收取他们的保护费 这小日子过得还挺舒服的 现在幸存者少了这么多 我们收缴的物资也少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 老大 我已经派人打听清楚了 市郊区那边 有人搞了一个物资交换市场 可以拿东西换粮食 因此很多幸存者 都往那边迁移了 听到这话的头目 顿时怒不可 冰冷的眼神中充满杀鸡 可恶啊 这不是在砸我们的饭碗吗 这周边的幸存者都跑光了 我们还怎么压榨他们 不是 我们还怎么保护他们 随后头目沉思了片刻 倒吧 你带一个最能打的小队 去那个交易市场 给我好好打劫一番 先让他们见识 见识我们的厉害 然后再跟他们索要保护费 以后每一笔交易 我们收取10%的保护费 好的老大 我这就去办 很快一伙服装统一的小队 朝着交易市场方向出发 来到了交易市场 他们立马将大门围了起来 所有人都给我听着 我们是来打劫的 乖乖交出你们手中的粮食 我可以饶你们一命 不过你们放心 我做事向来有准则的 打劫我只打一次 后续我会派人守在这里 保护你们的安全 当然了 你们需要适当交点保护费 这不过分吧 天呐 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啊 原先待在市中心 要给他们上交粮食 现在迁移到郊区了 还是摆脱不掉他们的身影 这个可恶的刀疤 真是没天理了啊 与此同时 刀疤一伙人的到来 也引起了小区护卫队的注意 他们迅速联系了我 报告老大 有一会儿不明身份的人 围堵了我们的交易市场 我冷冷一笑 呵呵 又有一群不知道好歹的家伙 这下有得玩了 哪个是你们的头 你小子是谁 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我倒想问问你们想干什么 赶来我的地盘搞事情 刀疤仔细上下打量了一番 呵呵 原来是你小子搞的这个交易市场啊 我告诉你 我今天就是要来收了这个交易市场 实相的话 让他们老老实实的配合我 否则我要你好看 我淡淡一笑 什么 你 你们竟敢干掉刀疤 这下你们要彻底完蛋了 我们得救了 我们得救了 我决定了 以后就扎根在这里了 虽然不能进入大牢的小区 但在这里也很安全 是啊 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惊松 最近加强一下人手 这伙人肯定只是来打前锋的 后面的大部队还没上场 要做好准备应对 好的老大 我就这局安排 而另外一边 事中心内 苦等了三天也没见刀疤他们回来的一群势力高层顿感大事不妙 老大 刀疤他们把城市回不来了 咱们要不要再多派几队人 去那边看看啥情况 大头哥沉思了片刻 不可 刀疤这次全军覆没就是太轻敌了 那个贸易市场绝对不简单 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办 就这么人了吗 当然不是 不过这次我们要更加谨慎 你去选个可靠的人派过去当卧底 摸摸他们的底细 好 我这就安排人去 很快一个名叫徐根硕的小弟整理好行业 背着个大背包就出发了 两天后 他就到达了交易市场 兄弟 问一下 前不久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小队闯入这里 不好意思 我也是刚来的 这位兄弟 问一下前不久这里是不是来了一拨人打劫的 是啊 怎么了 那那群人呢 去哪了 这小子目的不纯啊 打探那群人的去向 很有可能是同伙 那群人都被我们解决了 难怪这么多天都没回来 看来这个交易市场真的不简单 听说那群人各个身强力壮的 我看咱这也没有守卫啊 他们怎么会被咱全都解决掉了呢 看到对面小区了没 守卫在那呢 注意看他们手上的弓弩 那可是远程武器 就凭你们那些人就想来打劫 还有点闷了 却 你可不要小看我们的实力 好啊 你果然是他们派来的卧底 来人啊 快 抓到一个卧底了 快去通知莫老大 卧师将领极寒来袭 为了帮助幸存者 我成立了物资交换市场 幸存者可以拿东西来这里交换粮食 然而这却被一股势力盯上 他们派出一个小队前来打劫 但都被我的部位队团了 眼见来硬的不行 于是他们就派出一个卧底潜伏进来准备四肌而动 却没想到当场被试图 来人啊 快 抓到一个卧底了 快去通知莫老大 呵呵 来得正好 上次那群人我还没来得急问你们的大本营在哪里就直接被我们干掉了 现在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大 大哥饶命啊 我什么都没干啊 他们就是 就是派我来打探一下你们的人员和武力分布情况 仅此而已啊 我冷冷一下 你们的大本营在哪里 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的 我们的大本营就在市区的一栋高楼里 我们原本靠收缴那附近幸存者的保护费生存的 后来幸存者都往这边迁移 我们觉得不对劲 所以就派人过来打探消息 才知道这个地方 金松 你组织一些人去探查一下市区那伙人的动向 注意先不要和他们发生冲突 有什么事情及时向我汇报 我这就去安排 至于你 不可能就这样放你走了 布凡 在 送他去后山挖山洞 好灵 小子你先别哭 还没到哭的时候 到了后山那里有你受的 五天后 眼见卧底一点消息都没有 这伙势力头目知道计划又失败了 而另外一边的金松 也打听到了这伙势力的具体位置 一直在暗中观察 无料却被对方的人发现 抓了起来 我问你 我们第一次派出去的那个小队 你们把他们怎么了 都被我们解决了 那我们派过去的那个卧底呢 被我们试破后抓起来了 我问你们 你们到底什么来头 我们那只小队可是最能打的 怎么就被你们给解决了呢 金松冷冷一笑 能打有什么用 我们可是有弓弩这个神器 就你们派出来的那些人 都不够我们打的 听到这话的头目顿时恼羞成怒 冰冷的眼神充满杀机 老大 别跟他们废话了 让我直接把这几人解决吧 不急 这次我准备亲自出马 这几个可以拿来当人质 另外你去叫弟兄们做一些盾牌 就算他们有弓弩那也伤害不了我们 好地老大 而另外一遍 我正悠闲地躺在沙发上 我问你们 想要冒险吗 才不要呢 莫是来临时多年了 哪天不是在冒险 现在好不容易安顿下来了 我只想每天舒舒服服的生活 你误会了 我说的是冒险岛风之传说这款游戏 轻松又耐玩 还能结交一群好哥们 一起探险闯天下 挂机也能升级 简直爽歪歪 更觉得是 游戏里有二十多种职业随你跳 每个职业都能DIY专属外观 啥样的都有 总有一款是你的菜 升级就像吃雪糕 无脑又丝滑 在冒险岛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当强者的那份从容和自信 想体验人生易如反掌的爽快感 左下焦点一点 冒险之旅马上开启 走起 哼 那我也要玩 此时这伙势力已经整装待发 向着我的营地前进 第二天 负责放哨的人员从望远镜看到一只百来个人组成的队伍朝着小区这边靠近 在人群里 赫然发现了被捆绑着的金松等人 老大 不好了 金松他们被人抓起来了 现在那群人正往我们这边过来 金松这次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还被他们抓住了 走 叫少人去会会他们 由于他们知道我们手上有公物 因此他们故意和我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对面的你们给我听好了 前几天你们把我们的一群好兄弟都干掉了 今天我们就是来为他们报仇的 你们别乱来 人质可在我们手上 要是出了啥事可就别怪我们 我朗朗一笑 呵呵 你想怎么报仇 我也不多要 上次我损失了十个兄弟 每个兄弟我就按照一百斤的粮食来算 你给我一千斤粮食 这事就算清了 以后我也不会来找你的麻烦 我要是不能 哼 你要是不同意 那就不好意思了 我们这一百多个人会踏平你的营地 不要以为你们有弓弩我们就会怕你们 我们有护盾 你是伤害不了我们的 谁跟你说我们只有弓弩的 快跑 快追 你个蠢货 真是太小看我们了 快跑啊 话音未落 一群人如丧家之犬慌忙逃窜 既来之则安之 今天我就要展示什么叫真正的实力 我从空间取出直升机 追了过去 大 大侠饶命啊 是晓得有眼不识泰山 您 您就饶了我们吧 我们绝对离这里远远的 从此不再踏入这里半步 我淡淡一笑 呵呵 你这种人我可见多了 我饶了你们 你们照样会去别的地方伤害别的幸存者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我看你们这一个个生强力壮的 把你们解决了又有点可惜 大佬 要不你就收了我们做小弟吧 我们这体格 绝对能给你满满的安全感 你只要负责我们吃喝住的就行 话音刚落 我止不住地笑了起来 你想的倒挺美的 来人 把他们都给我抓到后山去挖洞 我将一手建立起的万人基地让给的军方管理 只应在末世废土之下 我的基地有万亩粮田 可以种出粮食 能养活数万人 离开基地后 我在数千公里外的一个小区里安身 如今小区在我的治理下 也发展得有条不紊 于是我决定返回原先的基地 将我的老伙伴接过来 小白 不烦 现在是时候去接我们的老伙伴了 等得很着急了 是啊是啊 我也好想他们 金松 我们离开的这段时间 小区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 为了防止我们离开的这段时间 有敌人入侵 我从空间取出了坦克和十把手枪 金松 你将坦克开到小区门口 别人看到有坦克 自然就不敢乱来了 另外这还有十把枪 也能威慑住对方 老大 你就放心吧 我们一定保护好小区的安全 随后我从空间取出直升机 带上小白和布铺 向着万人基地飞去 顾知过了多久 天空突然电闪雷鸣 大地也摇晃了起来 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紧接着气温竟开始回升了 短短十几分钟 温度已经从零下四十多度上升到零下三十多度 看来极寒已经结束了 希望接下来没有漠视天灾了 走一步看一步 反正有我在 怕的啥 直升机继续向目的地飞行 到了第二天 温度已经上升到了二十度 天空出现了久违的太阳 地上的冰川也都融化成了水 就在直升机要靠近万人基地的时候 在基地内的指挥室 雷达监控到了我的踪迹 报告长官 有一艘五名飞行物正向我方基地靠近 立马启动战机栏结 很快 基地内的机场跑道 一辆战机迅速起飞 向我飞了过来 警告 警告 这里是龙国公寓 请你上报家门 兄弟 自己人 我是莫哥 是大佬啊 稀客 稀客 老大 见到你们太好了 你们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一年了 整整一年了啊 我真的太担心你们了 凌晨 沈军宇 我也很想你们 这次就是专门回来接你们的 对了 刚才我飞过来的时候 我看到码头那边聚集了很多士兵 这是要去哪啊 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 我们在外执行任务的时候 解救了流落到荒岛的石油国王子 将他们带了回来 为了感谢我们 王子承诺我们将他们送回去后 送我们两块油田 之前极寒环境下 油田也无法开采 如今恢复到正常气温了 时机成熟了 所以码头那边正在做准备前往石油国 随后 白富斯令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小默 记忆不说话 来到了办公室内 白富斯一脸严肃 现在石油国的老国王已经不在了 现任国王是我们解救的这个王子的哥哥 因此 虽然他承诺送我们两块油田开采 但是他的哥哥不一定会答应 石油问题关乎国运 没有石油 我们的很多战机战舰都无法启动 因此 这次无论如何都要拿下油田 所以咱这边也要做好开战的准备 我知道你的能力 所以我想请你跟我一起出海 我思考了片刻后便答应了下油 很快我们这边就准备就绪 远洋渔船 战舰 潜水艇 以及各种导弹车全部出动 海上航行的日子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一些海盗看到我们这阵长都远远地躲开了 经过一个月的航行 我们终于到达了石油国沿海岸 国王看见弟弟的归来 并没有表现出开心的样子 古往今来 亲情在权力面前又能值多少 哥 哥 见到你太好了 是这些龙国军方救了我 还专门送我回来 为了报答他们 我已经许莫送他们两块油田开采 话音刚落 国王顿时恼羞成怒 你小子超疯了吗 这可是两块油田啊 你知道有多珍贵吗 哥 我们又不缺油 难道我的命还比不上这两块油田重要吗 国王冷冷一笑 你回来我很开心 但是油田的事情我是不会答应的 尊敬的国王 我华夏向来讲究言而有信 赠送油田的事情是王子主动提出来的 我想王子也是你们王室家族成员 也能代表你们整个王室 所以尊敬的国王 还是希望您能够遵守约定 随着话音落下 国王的脸色越发难看 冰冷的眼神透露出一道杀鸡 我才是国王 他只不过是个王子 还轮不到他来作品 国王 我们千里迢迢护送你的亲弟弟回家 这就是你的代客之道吗 我们也不是没有准备的 这次我们出动了战舰 潜舔 还有导弹一起过来的 这个油田我们是要盯了 此话一出 所有人满脸不可置信 国王这才将目光看下海边 赫然发现竟是一堆威力巨大的装备 国王低头沉思了片刻 就在我以为国王看到这阵仗 会答应交出油田的时候 只见国王抬起头冷冷一笑 来了又能怎样 我告诉你们 我们这里可是有西方霸国的军事基地 他们会保护我们的安全 看来国王是仗着有西方霸国 给他撑腰铁了心 不肯给我们 我们先回去 再多具体打算 真是对不起了 现在的我已经没了话语权了 我哥不肯 我真的也没办法了 你知道西方霸国 现在在你们这里有几个军事基地 原先有两个 后来大地震之后 只剩下一个了 那你知道他们的具体坐标吗 这个我知道 随后王子将基地的坐标告诉我们 接着我们便在附近找到了一座岛屿 暂时安顿了下来 只要我们打掉西方霸国的军事基地 国王肯定会求助我们把油田收下 可是鹰将老的实力那么强 你确定我们能打得过 我淡淡一笑 莫时来领导现在已经十多年了 你怎么就确定他们手里头 还能有像样的武器装备呢 我们先打一发导弹试试 西方霸国军事基地指挥室内 士兵通过雷达发现了飞过来的导弹 道果 发现有没导弹向我方飞来 快启动导弹拦截 原本答应赠送给我龙国两块油田开采的石油国国王仗着有西方霸国撑腰 公然出而反而 愤怒的我立刻向西方霸国的军事基地发射了一颗导弹 西方霸国军事基地指挥室内 士兵通过雷达发现了飞过来的导弹 道果 发现有没导弹向我方飞来 快启动拦截系统 可恶啊 想不到他们的实力竟然还这么强 既然一枚不行 那就多发射几枚 不可恶啊 雷达发射击花现在没导弹向我们袭来 继续拦截 真是不自量力 就凭这几枚普通导弹 就想打掉我们这个基地 太可笑了 现在我们也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锁定敌人的位置了没 糟糕 已经派出侦察机前去侦察了 而另外一边的舞 眼见发射了七枚导弹都被拦截掉 这才意识到霸国基地的强悍实力 与此同时 我方雷达也监测到有战机 正往我们这边飞来 肯定是霸国基地那边派来的 各小组做好防御准备 报告指挥部 已锁定敌人位置坐标 很好 立刻反击 与此同时 从霸国基地飞来的导弹 也被我方雷达锁定 立即发射导弹来 看来又被我亲自下场了 小莫 你准备怎么做 我自有办法 现在不方便多说 凌晨 沈君宇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 好的老大 随后我们乘坐快艇来到了石油国路底 接着我从空间取出汽车 你又换车了 挺贵的吧 不贵 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 二一款的比亚迪堂 才花了十一万多 开起来跟新的一样 但比新车便宜了十多万 现在一手电车掉价快 买二手的特别划算 这么便宜 靠谱吗 瓜子上都是真车员 大品牌有保障 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 比一般的二手更放心 还能先试开三天 买一个再买 总之听我的 买二手电车去瓜子二手车就对了 随后我们向着霸国军事基地排取 而另外一点 石油国国王在得知我方发射的导弹 都被霸国拦截了下来 高兴得何不拢嘴 你们看吧 区区一个龙国 怎么能跟霸国比 我就是不给他们油田 又能把我怎样 快 去把基地指挥长请过来 我要请他吃饭 我要好好犒劳犒劳劳他 大 大哥 你这样做真的就不怕惹恼了龙国人吗 虽然龙国目前实力不如霸国 但龙国好歹也是大国 今天因为两块油田的事情和龙国决裂 万一以后哪天我们有求于龙国 那人家哪里还会帮助我们 听到这话的国王确实满脸不屑 有霸国保护我们的安全就够了 再者我们有丰富的石油 可以卖给其他国家换粮食 不论从经济还是军事 都不需要和龙国有关系 有什么好怕的 你们就别再多说什么了 而另外一边 经过两天两夜的行驶 我们终于抵达霸国军事基地附近 通过观察 这个基地四周都是围墙 入口处也有人员职守 守卫森严 他来想直接混进去有点困难 老大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 我沉思了片刻 随后从空间取出火箭筒 等到了深夜 你们两个分别从前面和后面 送他们击发火箭筒 到时势必会引起基地内乱 我则趁机从侧面翻墙进去 把他们基地内的防控装备和导弹 全部收进我的空间 再通知我们的人发射倒弹 将这里移为平地 我倒要看看到时候 石油国国王还能那么嚣张吗 莫哥 还得是你啊 时间转眼来到了深夜 凌晨和沈君宇都已找好的位置 潜伏了起 正面攻击准备就绪 请指示 后面攻击准备就绪 请指示 很好 听我口令 开炮 全体注意 全体注意 有敌人偷鞋 有敌人偷鞋 兜狗 我们基地的正面和辈妹都走以袭击 肯定是那拳龙国人干的 快通知下去 进入战斗状态 而此时的我已经趁乱从侧面混了进来 通过夜视椅 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基地部署了大量的导弹 以及各种各样的装备 等我将这些装备都收进我的空间 看你们还怎么嚣张 在黑夜的掩护下 我跑了过去 快速地将它们收进了我的空间 做完这一切后 我们三人立马会合 接着我从空间取出直升机 朝着大尾银飞去 向着有西方霸国撑腰 原本答应送给我龙国两块油田开采的石油国国王公然出而发 愤怒的我立刻向西方霸国的军事基地发射了三枚导弹 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三枚导弹竟权被对方成功拦击 为了给西方霸国点颜色瞧瞧 在黑夜的掩护下 我带着两位猛男悄悄来到他们的基地外围 用火箭筒一前一后对他们发起呼吸 我则趁机溜进去将他们的各种装备都收进了我的空间 做完这一切后 我们开着直升机朝着大尾银飞去 呼叫指挥部 呼叫指挥部 指挥部收到 警长 霸国基地的防御系统已被我摧毁 可以进攻了 快跑 随着导弹落下 西方霸国在石油国的军事基地彻底被摧毁 第二天一大早 石油国国王听闻霸国基地被我方干掉后顿时冷汗直流 没想到号称全球实力第一的西方霸国在龙国面前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 于是立马主动找了过来 尊敬的龙国 前几天的事情是我的不对 我正式向你们道歉 答应给你们的两块油田 我也会兑现 另外 另外我还有一个请求 您讲 鉴于目前全球局势的不稳定 我请求龙国能在我们这里驻军 建立军事基地 给我们提供军事保护 当然了 期间你们所有的开销都将由我们来承担 同时作为感谢 我承诺每年向龙国免费输送一千万吨石油 话音刚落 白副司令顿时窃喜 我则掏出苹果13送给的对方 这是哪里买的呀 是在转转上买的呀 最近我发现转转上的二手手机还挺划算的 我这台苹果13 比心机便宜了两千 省下来的钱都能再买个空调了 而且转转是个官方验二手平台 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 比一般的二手要靠谱 上面的笔记本也挺划算的 推荐你也去看看 曾经的国王 刚你说的这是件大事 我这个级别还做不了主 我现在立马飞回龙国向上级汇报 很快 白副司令就驾驶了 而另外一边的西方法国组组 总统特朗登此时正在听手下汇报 报告总统阁下 我们 我们在石油国的军事基地已经 已经全军覆没了 什么 全 全军覆没 听到这话的特朗登顿时呆住了 自认为全球军事力量第一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和他们法国对抗的特朗登满脸的不可思议 是谁干的 是龙国干的 他们为了得到油田 于是将我们的基地移为平地后 准备取代我们 好啊 敢挑战我霸国的权威 我必须要让他们知道我们霸国是他们惹不起的存在 传我命令 立即调动航母舰队前去围剿他们 收到命令的霸国航母舰队立即朝着石油国方向前进 两天后 白副司令驾驶的战机飞回了石油 蹲在他身后 是架运输机 而里面装着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航母科技 东风导弹 尊敬的国王 经过我们高层的商讨 他们同意你提出的方案 接下来石油国的安全将由我龙国全方位接受 此次我还带来了我们的镇国神器 东风导弹 有它在 没有人敢来惹我们 那简直太好了 龙国向来是一个掩而有信且值得信任的国家 我在此对能和你们合作表示由衷的感谢 接下来的几天 我们就开始在石油国建设基地 部署各种装备 这一天 西方大国的航母舰队终于抵达石油国沿海岸 为了能得到我们位置的具体坐标 他们派出侦察机前去侦察 而我方这边监测到敌机的靠近 立马请被战机前去拦截 你已进入石油国领空 请立即离开 否则我方将开启火控雷达对你进行锁定 报告总部 有战机拦截 请求返航 回来吧 航母指挥室内 指挥官正为在一起讨论 这次龙国看来是铁了 心要和我们作对了 想必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出动了航母 这样 我们搞一个三方谈判会 用我们的航母舰队对他们施压 相信石油国国王肯定会在压力下 主动找我们求和 与此同时你这边派遣一个特战小队 去寻找他们的军事基地 务必把他们的坐标弄清楚 如果龙国不是好歹 那我们就对他们实施精准打击 很快 达姆少将就带人找了上来 国王殿下 我们八国对于基地被袭击很是愤怒 希望国王陛下可以对此事 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国王在有龙国的撑腰下也是硬气 达姆少将 我以前请你们来驻军 是来保护我石油国的安全的 结果我没想到 你们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 你们不是号称宇宙无敌吗 所以我还想请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你们这么弱的实力 有什么能力保护我的国家 煞时间 达姆少将竟被对得哑口无言 热 这件事情还需要深入调查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一直是盟友 你现在怎么可以让龙国来保护你们 我冷冷一笑 你们霸国能做的事情 我们龙国为什么不能做 而且我现在告诉你 你们能做的事情 我们一定能做到 我们能做到的事情 你们却不一定 听到这话的达姆少将顿时恼羞成怒 冰冷的眼神透过一道杀机 就在此时 下属悄悄地走到了他身边 报告少将 龙国的基地坐标已经搞到手了 煞时间 达姆少将立刻得意了起来 一线在立马命令向他们的基地发射一颗导弹 先给他们来各下马威 好的少将 快 一颗导弹就从海上发射了过来 我方这边则出动导弹来击 想必你们也知道了 就在刚刚 我们向你们的基地发射了一个导弹 虽然被你们拦截了 但这只是对你们一次小小的警告 我不装了 摊牌了 这次我们是带着整个航母舰队来的 识相的话 你们自己主动撤离 否则当我们火力全开的时候 你们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呵呵 我还以为是啥呢 不过就是航母而已嘛 凌晨 立即将东风导弹瞄准霸过航母 等待我的命令 随时发射 收到